大家好 今次我做了One Victoria 1B座衣室 大家都一起看一看1B座衣室的圖籍 開始的時候我們也看看清水房 這是一個一房的單位 房間裡有一個廁所浴室 即是一個套房 還有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還有一個露台加工作平台 在這裡 還有冷氣機位也是在露台工作平台的旁邊 我猜冷氣機可以安裝在比較高的位置 我們一起看看3D效果 是有什麼更加強烈的地方 靠在這裡 第一點是雙人床的設計 我相信是一個比較普遍的擺法 而來說 真是一件大的培養 旁邊放了一個床頭櫃 剩下的空位就放了一些衣櫃 其實這樣擺法都不太實際 因為那些位置是不夠的 要不就減少了衣櫃 要不就不要要床頭櫃 就是這樣 不過我還是選擇不要衣櫃 但其實那個櫃也未必可以開門 或者拿東西也未必很方便 在房間裡面還有一個空位 應該可以放了衣櫃 我覺得這個位置是 但不肯定會發展商有東西送了 都是放這個位置 接著就看看廳方面 沙發我就拍了在露台旁邊的窗口 對著電視機還有一些電視軌 我展示很好看 我還有一些矮的電視軌 大家如果需要多些地方放東西的話 應該買一些高新的電視軌 上面可以放東西下面可以放東西 電視軌旁邊就放了一個書櫃 這裡應該可以放多一個櫃 沙發旁邊也嘗試放多一個書櫃 但如果大家嫌這個書櫃太阻礙 光線射的房子 或者令房子的空間感不夠 就可以把它換成半截櫃 對 都可以 接著就在開放式廚房旁邊 就有一張餐桌 連四個位置 這間房間一屋這麼小 這個餐桌也是工作桌 來的 開放式廚房那裡 其實都不是太大 我應該有個洗手盆 我根據圖籍來說 那旁邊就有一點燒頭 那所以呢 我猜過洗衣機和雪櫃 都是放在門口 開了之後 到門後面那個位置 那 那 洗衣機放這個位置 應該去水和入水 應該沒什麼困難 因為它就在廁所 那個 棋缸後面 對了 那我們一起看一下3D後果是怎樣 按大一點 按大一點 那呢 開始就試一下單人床 那 如果這樣放了單人床 就是 放在那個窗口旁邊 那旁邊之間有個床頭櫃 對了 那衣櫃應該可以放多一點 對了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 大家當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和喜好 調節一些衣櫃的大小 厚 薄 高 矮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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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如果不喜歡那麼多的 那 可以自己隨意去減少一點 或者是 減這個 再加一個在這裡 那它就很寬了 對了 很多變化的 大家慢慢去修改 變成一個是你 適合你的設計 那呢 接著到那個廳那裡 那我就把一張沙發 就拍了在床頭後面的一幅牆 那 那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不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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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窗戶放在窗口那邊 等到救人危的傢俬集中在一起 整個廳的空間感就會更明顯和好一點 電視櫃旁邊就是餐桌連四個位置 餐桌旁邊我都放了一個本節櫃 或者是鞋櫃都可以 鞋櫃實際上比這個更小 比較快一點 大家想放多點東西 但想去闊落一點 有不同的選擇 一起看看3D後果是怎樣 轉個圈 看大一點 原來我反轉了一個書櫃 好 接著到第二個單人床的擺法 其實大家的單人床也可以變成縷架床 床頭外面就有一個床頭櫃 接著剩下一個空位就用來放了衣櫃 放了兩個 放了這麼多櫃 其實都可以的 都算闊落的 但大家要注意 衣櫃這隻角 和床頭櫃中間 這個通道夠不夠闊 這個人手術的應該都可以的 而且這個床頭櫃很矮的 所以應該 空間來說 大家穿過的時候 都是沒問題的 如果真的發覺太過不夠位 就不要要這個床頭櫃了 甚至減少一些衣櫃 就是這個衣櫃 可能會再炸一點 大家慢慢再量度清楚 收樓之後 接著到廳欄 那廳那裡我用了一些 一張小小小的沙發 就是之前那些很長的 這個都是三座位的 應該都夠三個人坐的 那沙發旁邊放了一個半截櫃 讓大門口進去 到房門口之間的通道 就很快樂了 不要再放一些半截櫃 那櫃在這個位置 那 沙發對著當然是電視機和電視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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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櫃和餐桌中間 就放了一個書櫃 隔一隔開了 那大家 就是喜歡它隔一隔開好 還是把那些 矮的傢伙集中在一起 那 那如果空間感好些 那大家可以自己再考慮一下 或者 想清楚 那 那 餐桌都放了四個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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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椅子可以走進去拉 大家應該不常用廚房 或者是很少去煮東西吃 中間放多些其他傢俬都可以 或者不要這個書櫃 放按摩椅在這裡 或者放左鋼琴 可能勉強都可以 大家可以自己考慮清楚 好了,我又試一下看3D效果是怎樣 傳個圈 放大一點 然後到雙人床 第二個雙人床的擺放 這樣 雙人床都放在窗口旁邊 有一個床頭櫃 大家也要注意到床頭櫃的角色 和這幅床的門口旁邊 即是這幅床中間的窗口 即是這個窗口的闊度 可不可以讓你走一個 這個都要大家考慮一下 如果不可以就不要這個床頭櫃 床尾放了一個比較小小的衣櫃 然後到廳那裡 這次的廳 試一下放一張再小小的梳化 旁邊就有一個書櫃 方便隨時拿火的書來看 或者拿雜誌來看 梳化對著當然是電視機和電視櫃 然後呢 電視櫃旁邊仍然都有一個書櫃 書櫃旁邊就放了一張餐桌 試一下這樣放 就可以放到三個位置 這樣放的話 開放式廚房那邊的空間 就變得比較大 即是如果大家真的需要在這裡 煮東西吃假 或者準備食材 其實這樣放的話 都可以幫到的 對 那 那個 就是房門旁邊 這個位置都放到一個半截櫃 也可以變成鞋櫃 那 可以增加多些收納的空間 那我們也一起看看這個3D效果是怎樣 先去那邊 如果大家看不及就可以停了一條短片 應該是 放大一點點 跟著呢 到第三個雙人床設計 那 這次的雙人床的擺發圖之前就很不同了 它沒有再拍在窗旁邊那裡 那 床頭呢 就黏住去廁所 旁邊的牆 即是廁所 即床頭後面就是廁所了 那 這次呢 床尾這個位置 就放了一個比較小的衣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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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那 那 這 那 梳化和餐桌的位置都可以看到電視 雖然梳化就不一對正電視機 這次在房門旁邊也有鞋櫃 在大門進去看到的位置 也是房門的其中一邊 這個擺法也不夠位置 不過大家也要量度清楚 看看哪個位置最好 大家一齊看看3D的效果 放大一點 然後到第四個雙人床的設計了 這次我嘗試把房間的牆壁改動 把部分牆壁拆走了 我假設那些75mm厚度的牆壁其實是砂磚牆可以拆走 當然大家也要向相關的人士查詢 我純粹在那些概念上 就是嘗試重新設計的那間屋 在這個設計上就嘗試把廁所變回房間的外面 然後再不是一個套房間了 現在我們開始看看家具 那就是把雙人床 放在窗口旁邊的位置 那床尾也有空位 其實可以放一些層板 或者是一些書架的櫃 那床尾那裡就放了一個衣櫃 那當然這個衣櫃就要比較細小小小 比較窄身一點的 那跟著呢就去到那個 梳化的一個位置 那梳化旁邊這個其實是一個 呃...衣櫃來的 那其實大家可以放一些其他櫃 什麼櫃都可以的 那跟著呢就有一張梳化 那梳化對著電視機電視櫃 對啦 那這個電視櫃旁邊 就放了一個書櫃的 對啦 那梳化的另外一邊呢 就放了另外一個衣櫃 因為都沒有什麼衣櫃 那大家都可以 如果覺得我不需要衣櫃 如果只是書櫃就可以的 這個位置都放書櫃的 那... 因為間屋改建了 連廚房都... 就是... 開放式廚房都改了 那我拆了 那我拆了 那邊的牆 就把那個開放式廚房 就轉了這樣放 對啦 那... 那... 就是... 多些位置來準備食物啦 那的話呢 其實都可以繼續把它擴大 對啦 都可以的 對啦 對啦 就是好像這樣啦 我不要這個 把這個秤開一點 這裡再放大一點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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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能是這樣 對啦 如果這樣那個小耳機 就可以放在這裡下底了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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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可以再大一點啦 哇 放多些... 放多些位置 多些儲物空間 多些收納空間 對啦 就是這樣啦 那... 那... 大家一起看這個3D後果 轉個圈 對啦 對啦 OK啦 轉個圈 對啦 看一看 再放大一點 然後呢 到... 第五個... 雙人床的設計啦 那... 這間是一間改動後的單位啦 那... 雙人床之前都一樣啦 但主要是在廳那裡 嘗試... 就是... 即... 即是不同的擺位啦 還有廁所呢 那... 那... 我試一下把開門位呢 即... 就是... 改了它 對啦 就是這樣在中間開門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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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廳的梳化是在床頭的後面 旁邊有一個一半闊度的衣櫃 對著那幅牆也有另一個衣櫃 衣櫃旁邊是電視機和電視櫃 然後開放式廚房就好像原裝那樣 不過洗衣機也放進去 開放式廚房旁邊放了餐桌連四個位置 雪櫃放在浴室旁邊 這裡大門口的開門後面的空位就放了一個 好像衣櫃這樣的櫃 半個衣櫃可以放一個櫃做儲物的空間 大家看看3D後果 再調轉上龍頭 然後到第六個了 今次睡房就有點改動了 我把門口開了向著廳那邊 對了 還有廁所門口又改了 對了 把洗手盆和旗桿調轉了位置 座次仍然在中間的位置 因為不想改了 那 那 我覺得這樣的改動應該也是OK 純粹是說洗手盆和旗桿的位置 那樣 就看看床 床這次都是拍在窗口旁邊 床頭就貼著牆 床尾其實可以放一些鬼 位置為神版 對 存物 床尾旁邊也有個衣櫃 那些衣櫃都是比較紮身的 那 跟著到廳那裏呢 那個梳化就放在窗口旁邊 那裏 那裏 對著電視機和電視櫃 對了 那梳化旁邊就放了兩個大衣櫃 那大家也可以將它變成書櫃 或者其他你喜歡的櫃 或者甚至你放其他架子 是可以的 那 那 餐桌呢 就放在浴室外面的空位那裏 那 那 這兩張椅子呢 就要佔用了那條通道 那 我想 可能大家正在開餐的時候 應該都不會有人在那裏洗澡 那所以呢 要出入廁所時呢 就可以把椅子拍起來 就是那個餐桌那裏 那都可以的 那 那至於那個開放式廚房呢 就是 就是用這個改動後的版本 那 那個洗耳機就是 放在那個 嗯 嗯 造頭的下面 對了 那 那 雪櫃呢 就是在 就是 去浴室 那條通道 大門口 後面 那個 那個位 對 就是大門開了之後 這個角落在這裏 對 那我們一起看個3D後果先 轉個 轉個 找大一點 然後呢 就 到 第七個 雙塵床的設計了 那 這次呢 就 呃 那個 火門 和浴室 和之前都一樣的 那 那床呢 這次呢 就試試轉轉它 那 床頭就貼住在 這個 浴室後面的 那床 對 那床尾 就是一個空位的 那我就放了一個 就是 書櫃 薄身的書櫃 那我放了一個 因為不想遮蓋 槍 如果大家不介意遮蓋 槍可以放多些櫃 都可以 就是這樣 遮蓋它 對 對 大家可能完全不需要的 呃 那 所以這裏要一個 要很開藥的 這樣都可以 那接著呢 放裡面呢 呃 這裏 就是那條通道那個位 很窄牆 那我就放了一些書櫃 在那裏 或者一些很窄身的衣櫃 都可以的 對 放了1.5個 一個800個 400個長度 那大家可能覺得這個位 都不要放那麼多東西 都可以 就是減少一點啊 或者其實我 這樣都可以的 其實是這樣最好 對了 這樣 都可以的 對了 很多便法 大家自己 隨意繼續修改 那 那 就去回這個 梳化啦 梳化呢 就在 窗口旁邊 對著有電視機 電視櫃 那 那這次呢 就 呃 梳化旁邊 就放了一排的 書櫃 那我這個demo 就是沒有門的 那大家都要考慮一下 就是有沒有門 那就是 適合一點啦 那還有因為呢 我這次來 將那個 呃 餐桌 就拍了 黏在這個 書櫃旁邊 所以會導致呢 就是那個書櫃 有些地方是拿不到東西的 對了 所以那些完全是沒有門的那些 那些 可能是OK的 但是有門 就可能就真的要 看看怎樣 就是找一個出黑櫃 讓它在某些位 就是不要開門 有些位 就可以有門啦 這樣 那在一個 浴室外面 有一個空位 就是這個 那L仍然放了 我的大衣櫃 那 都應該可以 就是 儲物 就是可以放到 很多空間 是儲物的 應該都是 那 接著 開放式廚房 就是這樣 呃 就是 改動過 那這個 就是洗衣機 那雪櫃 就是大門 開了之後 那個角落頭這個位置 側邊這個位置 那 都一起看3D效果 了解一下這個 擺法其實是什麼樣子 放大一點 好 好啦 然後到第八個上陣床 那間隔就沒有進一步改動了 這次主要是在這個版本的間隔之下 把餐桌放在近露台 窗口旁邊的位置 餐桌放了四個位置 餐桌隔了一條路 另一邊就放了1.5個打的衣櫃 然後梳化就是在餐桌旁邊的位置 梳化對著著電視機電視櫃 就是這樣 這個位置真的很寬 如果大家需要一個空位做運動的話 這個位置應該會寬一點 不是真的夠寬 因為一人二二 有些朋友可能體型比較健碩 要寬一點才可以做到的 有些可能女士身形比較低色 可能位置也有機會夠 可以做運動 做運動 有些位置 那繼續 在大門口旁邊就是開放式廚房 這個是洗衣機 接著 另一邊就是放了雪櫃 那大家一齊看看3D後果 轉個圈 放大一點 然後呢 現在去到第九個窗人床設計了 那間隔方面呢 都是在裡面 跟之前一樣的 那睡房也是跟之前一樣的 那 就 今次的最大 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電視機電視櫃 就放了另外一些書櫃 L型這樣盡量利用這個空間來儲物 對啦 看看會不會 就是 可以放到多些東西啦 那我們一齊看看3D後果先 那 當然有門沒門的這個考慮 大家都要考慮啦 那 那當然 可以買到適合的櫃 那放了 放大一點點 沒有 那其實這個梳化和餐桌呢 其實大家可以繼續 再移動一點 讓這邊的開放式廚房呢 可以變大一點啦 那如果大家需要多一點的廚房空間 那就可以把桌子 就 等等 再拍過一點 那 那把梳化也用了小一點的 那就可以了 那呢 跟著到第十個啦 那 最後一個啦 雙人床啦 那 那這次呢 我就嘗試呢 連那個睡房 那 那 兩幅牆都不要了 就變成一個 完全開放式單位了 那看客戶 會不會再放到多些東西進去喔 那樣 就 床就是這樣放啦 對了 那 床側邊呢 就放了兩個大衣櫃 對了 那這條通道是 夠開門的 對了 夠開了 開那個衣櫃門 那那個衣櫃後面呢 就放了電視機 電視櫃啦 那這個電視櫃 可能可以 就是 就是大一點 弦一點 或者大家 這個位可能也是太壁的 那 就是大家這些位 可能覺得 啊 不可以太壁 那可能可以再減少一點 那 那個電視櫃呢 可能這裡會寬一點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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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是放了剛剛放了一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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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即 那 那 這樣就可以縮小一點, 梳化又放後一點 這個開放式廚房就可以大一點 就是這樣 這樣就去到浴室外面的空位, 很大喔 所以就嘗試放多一點衣櫃, 大衣櫃 可以兩個衣櫃貼著, 可以放多一點衣櫃 然後呢, 這邊我放了一個書櫃 這樣大家覺得, 其實 都可以放多一個衣櫃也可以 我喜歡衣櫃 可以按摩 當然啦, 大家要考慮一下衣櫃和餐桌中間的通道 你能否改到, 或者你慣不慣那個闊度 那所以呢, 這個... 這個... 書櫃呢, 其實都可以不要的 確保這個通道窗通最重要啦 那跟著這個雪櫃就是放在大門口 旁邊啦, 開門之後的門的後面 好啦, 那大家一起看看3D後果是怎樣 轉個圈 看大一點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感谢观看